歡迎來到我帶你吃帶你玩 今天是我們的用耳朵聽美食系列 我們今天要去吃鍋燒衣麵 那鍋燒衣麵我們之前有做一集 大家有興趣可以去右上角看一下影片 我們今天是台南鍋燒衣麵Part2 我要去吃三間我完全沒有吃過的鍋燒衣麵 那這幾間鍋燒衣麵都是我曾經有耳聞過 就是覺得好像還蠻好吃的 那我們今天就去吃吃看這三間鍋燒衣麵吧 鍋燒衣麵它的起源鍋燒是一種料理方式 就是用鍋子去燒嘛 它有點像是源自日本鍋燒烏龍麵的那種概念去做的 那早期因為生的衣麵它的含氮量很高 很容易壞掉 所以府城的店家為了要放隔夜 他就把麵條然後拿去油炸之後定型 就有現在的鍋燒麵 那好 廢話不多說 我們趕快去吃我們今天的三間鍋燒衣麵吧 出發 第一站來到城石鍋燒衣麵 這間還蠻有名的 而且好像也看蠻久的 只是我一直沒有機會來吃 那它是在一條西門路附近的小巷子裡 從藥師紅茶那邊轉進來 但是超近難走的 路又很小條 大家一定一走路或是騎摩托車會比較方便到 那因為我們要後衛一組 那他給的這個 後衛的牌子是這個 附個牌第二組 陈石鍋燒他們的菜單有一個陈石鍋燒蔬菜隔離日式乾拌麵 大概是這樣 然後他們現在有一個低銷 每個人最少要八十塊 然後我們不能帶外食的 因為有低銷的關係 我們點了一個鍋燒 一個鮮奶茶跟一個布丁 然後購兩個人的低銷 他們還有這個幾點款 明天式的幾點款 消費一碗麵就會低一點 手工布丁 還有一杯煎奶茶 他們的鍋燒招牌就是有小白菜玉米水和一隻蝦子 豬肉蛤蜊都有跟一個蛋 乾乾淨淨的鍋燒很有設計感 好像以前古早味那種 喜宴會幽名的大盒碗 mr mr mr訓 就是古早味紅茶 加那個鮮奶 大概微甜的糖度 然後來吃麵 乾乾淨淨的 然後衣秋麵 這一碗完真一個人一定是不管 他們的麵條很硬 很有口感 我覺得他們的麵條很乾淨 沒有一個很重的油耗味 就是淡淡的麵香 看過的是很清淡的豐富味 跟傳統那種厚重油膩的鍋燒 吃起來不太一樣 最近我完全沒有吃過 然後看大家一直在打卡 那如果你是怕半熟蛋的 他們的蛋是半熟的 如果要選手自己要跟老闆講 難怪以為 這麼常來吃 可能每個禮拜都要來吃一次 非常的出乎我的意料之外 我以為這種清淡的鍋燒一面 吃起來我也不怎麼樣 結果想不到意外的清甜順口 麵體也好吃 這個是很適合 喜歡清淡口味鍋燒一面的 你一定要來試試看 目前吃起來我覺得非常推薦 就是玉米蒜 清清甜甜的 脆度還有 隔壁滿新鮮的 有一個很重的海味 這間我給很大的評價 我覺得好吃 因為我以前都是 民主啊 小茂屋啊 這間飯 從來沒有機會來吃這一間 今天我們來拍鍋燒系列 走到的機會來吃這一家了 經驗到 很清甜 整個調味是很 剛好我覺得不會太重火味 是很比較清淡的過程 它就很好吃 喜歡 它這個蝦子很大隻 你看 比一般外面賣的 光外面的蝦子大 有的過程外面還沒有蝦子 我覺得這個還不錯 不過要動手會比較麻煩 它們的湯真的超清甜的 好喝 蝦子破碗大概這麼大隻 很脆 很鮮甜 是很新鮮的蝦子 好吃 吃吃看它們的布丁 淡淡的焦糖味 濃濃的布丁香 淡香 也是種清淡口味的一個焦糖布丁 布丁很濕味 焦糖味很香 有像哪一間嗎 方蘭川 那有點像方蘭川 就是我喜歡的布丁 我們出發下一間 下一間是什麼 水仙宮古早味鍋燒裡面 當人也太多了吧 摆得這樣 接下來來到 有純藝人跟友愛街旅館的 友愛工友市場這邊 來吃名為水仙宮 市場的古早味鍋燒麵 我剛剛沿路這樣過來 發現有蠻動作 然後有純藝人 原來這些東西在這裡 有時候標了很多想吃的 但是都不知道那些東西到底在哪裡 它在地圖上但是你沒有騎進去 就覺得這小路到底在哪裡 然後都找不到 下一間水仙宮古早味鍋燒麵 不是這間 它以前是在市場裡賣的 然後後來移到這邊開店面 以前是在水仙宮市場裡面 擺餐擺了大概9米 才移到友愛市場旁邊這邊開店面 這是他們的菜單 有菇燒雞絲烏龍米粉跟冬粉 然後你可以加點這些炸魚炸魚 還有隱藏板子 全蝦跟小點加鮮蝦的 那還有泡菜口味加麵加菜都有 那價錢當然就是這樣 一碗一樣也是八十塊跟陳時鍋燒一樣 都是八十 那如果你不知道吃什麼 它上面都有那種菜單 是拍好的照片 你可以參考一下 有鍋燒啊有烏龍啊 有雞絲啊跟泡菜 它都有介紹裡面有什麼東西 魚啊然後白鳳尾蝦 還有半熟蛋 麵膚就是純煙反那個就叫做麵膚 有點像是油條的 那如果你有不吃的可以的 很貼心的你可以告訴服務人員 會幫你換 鍋燒液麵上來了 這個就是麵膚 魚板蔥 然後它的鍋燒液麵 那因為我們有加點中和的炸物 還有多一塊魚 多一隻蝦 看起來很好吃耶 它的口味看起來就比剛剛的 再稍微油膩一點 鳳尾白蝦 跟這隻他們的魚塊超大一片多 而且這個炸物已經有點吸飽的湯汁 在滴那個湯水了 所以它剛剛夾下去有個不吃的聲音 聽起來超性感的 還有點蛋花 下面有一顆蛋 好想要講話 太好吃了吧 真的是蛋白吃了吧 這是一個很熟悉的味道 它就是以前 民主黎媽媽鍋燒液麵的味道 一模一樣 它的麵就是有很濃濃 像鍋燒香味的那個裡面 湯就是有油膩一點 鍋燒就是油膩啊 鍋燒就是油膩啊 湯超濃的柴魚香味 然後跟它的麵仔 非常香的雞蛋味 然後跟意麵香 麵條又夠硬了 湯口味很棒 湯又夠胖 這間水仙跟五角味鍋燒液麵 我也是第一次吃 我們今天吃的這三間鍋燒液麵 就是我當然都沒有吃過 但是好像還蠻有名的 好好吃喔 我的天啊 它的味道也接近全面法 好好吃喔 來試試它們的 這個魚吃起來有點像 像肉 魚肉吃起來比較紮實 有點像雞肉或是豬肉的口感 但是有了魚肉的香味 然後我們吃吃看它們的蝦子 還是泡著這樣絲絲肉呢 這個麵衣 有點調味過 所以它有鹹香味 然後配上蝦子Q彈的口感 跟蝦子新鮮的味道 它有湯非常非常的好喝 濃濃的柴魚香 適當的調味 跟一點點昆布的味道 不會太過油膩 很棒 它蛋它們也是拌爽 就在我剛剛翻攪的過程當中 出了一場意外 蛋破掉了 拌爽蛋配上麵麵的口感 好生氣喔 真的好生氣喔 拌爽蛋配這個 也是超棒的 太神奇了吧 這是一種 關於我高中 每天都去吃民族 波燒的一個味道 它味道跟它們很像 那我自己覺得 民族的味道有點不一樣 所以會有點失落 我會很久沒去吃民族吧 是不是 是不是 蛤 這是民族 民族的味道 以前的民族 對不對 超懷念的 它那個魚肉很紮 然後又有那個胡椒的香氣 我覺得比民族更好吃 現在 對 然後蝦子也是很Q彈好吃 如果你真的是想念 民族的味道 我最後會以來吃這一間 以前的民族的味道 真的很好吃 非常好 我很喜歡這一間 目前 這個是我第一次來講 它跟 誠實是完全不一樣風格的鍋燒 但是我不會說誠實的口味 不一樣 它是不一樣的口味 不一樣 誠實是好吃的一面 但是對我來說 這個才是在我心中 真正鍋燒一面的味道 誠實是 就好吃的鍋燒一面 吃得一趕二進了 我們往下一間 新加南鍋燒一面出發 那這間水仙宮古早味一面 它的旁邊 就是我們曝光很多次的鍋家粽 有機會一定要來吃吃看這間鍋家粽 今天的鍋燒一面最後一間 就是這間新加南鍋燒專賣店 很特別的是他們有一個炸麵包 去吃吃看 他們這邊沒有另外的菜單 你就是看著牆壁上的菜單 直接跟他們點 跟我們點了一個鍋燒一面 然後一個他們還蠻有名的招牌炸麵包 還蠻有特色的 聽說很特別的是 好像裡面是有包裹醬子炸麵包 那他們鍋燒上面會有一塊很大塊的魚吧 也是蠻特別的 期待一下上菜 我們剛剛稍微等了一下 因為今天是禮拜天 我們等了大概十五分鐘左右吧 現在是十二點四十五分 店裡也是小小一間的 今天三間鍋燒一面 內用的位置大概都七八座而已 然後他們是沒有開冷氣的 就是兩隻電風在打而已 比較熱一點 吃麵了嗎 這就是剛剛說的 上面有一塊大魚塊的鍋燒一面 然後他們很有特色的炸麵包 跟我們的紅茶 清涼結束 紅茶 古早味紅茶 不會太甜 紅茶也很棒 一個超大一塊的 喔 它這一塊是魚 下面這塊是魚 上面這個有點像是蝦餅的感覺 超客 然後他們一樣是翻口蛋 鎖的程度比較熟一點 那 噗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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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噗 再讓它泡一下吧 不會有點太生了 那我們來吃麵吧 麵用筷子這樣子夾起來也是感覺非常的硬 這三家的麵 完全不一樣 這間麵呢 吃起來的口感稍微軟 就是它有點韌 吃起來比較韌一點 然後是硬麵 然後有一點點油的味道 跟淡的香 湯的味道有點油油的 然後跟一個一點點的台語香 湯的味道比較單調一點 它這個炸魚的口感真的超特別的 很像是炸蝦餅 然後有魚肉 那魚肉吃起來比較沒那麼紮實 吃一口這個半熟蛋跟意麵的搭配 半熟蛋真的是配什麼東西都很棒 整個蛋吼 看你的嘴巴一爆開 舒服 魚肉比較鬆散一點 然後魚的尖會很重 跟剛剛那間水仙空的吃起來不太一樣 這間的湯頭大概介於我們剛剛吃的那兩間 中間我覺得也是蠻好吃的 麵的話跟另外兩間不一樣 然後這個炸魚很酷 調味是比較偏清淡一點 但是因為它其他配料都有 它油的來源有點像是很像魚跟麵 剛剛另外兩間沒有火腿 火腿好像也是一個 火腿會出現的東西 它是他們家 蠻特別的一個炸魚 炸麵包 把它切開來給大家看一下 你看裡面 它裡面是草莓果醬 然後旁邊還放很多這個 白沙打粉 太給太多了 很排滿喔 沒有多 先吃原味好了 就是大的草莓吐司耶 沾個白沙打粉 很特別的口感 它麵包很鬆軟黏黏 然後裡面會有一個草莓果醬的香味 外皮的哈汁的麵 會讓你皮的醬來吃鹹 但是這樣裡面是甜的 還蠻衝擊的味道 加點 白沙糖 它有點像炸的甜甜圈 裡面的果醬真的很特別 看來喝醬 好甜喔 好甜喔 我會覺得很膩 好像好吃 加糖又是好吃 我還用吃彩蛋酒 我覺得很讓我驚訝 因為我看它感覺它會很甜 口腔的甜味很香 然後麵包很酥 不會那個油的感覺 好吃 然後我們甜不辣來沾砂糖 吃吃看 確定的味道 很奇怪 會有一個糖的味道 因為你會咬碎 然後我看到糖顆粒 然後就 然後就會有一個魚漿的味道 飽出來 超奇怪的 不是什麼都可以加糖 吃得一乾二聽了 我們吃完今天的這三間鍋燒了 我們大概簡單的跟大家講 如果這三間鍋燒可以怎麼挑選 如果你是喜歡吃那種清淡口味 清淡湯頭 一些簡單的蔬菜 麵條也不會太油 那麵條還有一點點口感的話 陳時鍋燒是一個很棒的選擇 他們的東西清淡 但是夠味 那如果你想要吃那種傳統 有油油的魚塊 蝦子跟麵的話 水仙宮鍋燒意麵 它是一個很棒的選擇 自己也很棒 那如果你想要來點特別的呢 那間新嘉南 它的鍋燒意麵上面放了一大塊的魚塊 那它的邊邊是有點像是 魚餅的那種感覺 然後跟一塊主體的肉 那它那一碗因為有加那一塊魚塊 跟它的麵本身比較油一點 所以它整體的湯頭也是偏油一點 那他們的麵包很特別 可以試試看 我大概是這樣子分類這三家 那如果我自己最喜歡 會想要再去吃的 我覺得就是水仙宮古早味 意大利麵 水仙宮古早味鍋燒意麵 它真的是我小時候吃民族的那個味道 歡迎大家去試試看 它就在友愛廁場的旁邊 友愛街旅館的旁邊 大家去試試看吧 那我們今天的用耳朵聽美食聽鍋燒意麵第二集 大概就到這邊告一個段落 那如果你喜歡看我這種 同一種東西吃三間的類型的系列的話 歡迎你留言跟我講 那如果喜歡我的影片的話 幫我點個讚點個訂閱 那我們下一集再見囉 大家掰掰